為了搶佔新北核心商圈 全新Audi板橋展示中心正式開幕 祝你Audi板橋全新展示中心 在今天正大的正式開幕 而在擴展據點的同時 四環品牌也希望銷售動能 能夠因此而大大的提升 今天選擇在板橋開幕了我們第11家的展示中心 那為什麼選擇在板橋這邊 因為這邊剛好是新板特區 新板特區是一個四田共購的商區 那這邊的房價在最近已經炒到 新台幣大概有100萬的金額 所以我們看好頂級族群的消費能力 所以我們選擇在新板特區 開了我們第11家的板橋展示中心 我們在明年2014年的時候 會在土城地區開另外一個保養廠 來服務我們消費者在這邊買車 可以在土城保養 所以讓它的生活機能能夠更便利 在使用上面來講也會更方便 為了歡慶新展示中心的落成 台灣Audi汽車也特地在這重要的一天 展出自家的限量車款 有越野套件的Audi Q5 A5 Sportback S-Line特色車款 以及深等B&O頂級音響的A4 Sedan 車商期許透過前衛設計的展示中心 能夠提供大台北地區的車主們 享有尊榮的頂級購車服務 感受不同以往的品牌魅力 是最難手的地區 能夠提供大台北地區 想要找到一門